锅盖应该是弹到那个扣板上面了 你们有担心过家里的锅煮着煮着爆炸吗 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这样奇妙的猜想 这不 杭州的施先生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大家担心过的事居然真发生了 我们看到锅盖表面已经弯成了弧形 手柄掉落 锅底也凹凸不平 再看施先生家的厨房 当时放锅的造岩已经坏了 油烟机也掉落了下来 玻璃碎了一地 如此糟糕的画面 不知道还以为是哪个熊孩子炸了厨房 那么当天施先生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施先生说 当时是5月23号的下午 他的母亲想要用高压锅做干菜扣肉 一家人都等着美美的大餐一顿 可谁曾想没过几分钟 厨房传来一声巨响 高压锅成了一个炸弹 厨房炸了 炉子跟那个油烟机 油烟机全部都炸成这个样子 幸好当时一家人都坐在外面聊天 并没有人受伤 锅盖应该是弹到那个扣板上面了 每家必备的厨房用具高压锅 好端端地炸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施先生说他的操作应该没问题 在锅里架了架子 然后就把干菜扣肉放在锅里蒸 可不料5分钟后 厨房传来了一声巨响 家人们急忙赶到厨房查看 发现厨房一片狼藉 现场真是惨不忍睹损失严重 不过索性一家人并没有受伤 只是厨房留下了高压锅爆炸的痕迹 如今想想就后怕 我们不禁好奇 这是高压锅的质量问题 还是由于操作不当引起的呢 施先生说这个高压锅是双洗排的 用了才两年左右 具体也说不出来是在哪里买的了 根据高压锅的原理 只有在排气孔 泄气阀 泄压槽全部堵死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发生爆炸 而施先生的母亲表示 自己将高压锅保养得也很好 那么既然不是人为操作不当 那就是高压锅的质量问题了吗 厨房一片狼藉 天花板也碎了一地 而这些竟是小小的高压锅引起的 施先生说 他怀疑是高压锅的质量问题 自己家厨房的损失不小 他准备找厂家索赔 于是记者联系了高压锅的生产厂家 买锅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那么厂家还会赔款吗 对方表示 需要施先生提供 关于高压锅爆炸的资料 他们会据此判断原因 官方客服也提醒了施先生 施先生也表示 可以等商家的处理结果 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 使用高压锅时 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排气阀门千万不要被堵住 否则可能有爆炸的危险 因此 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及时更换零件 或清理排气阀 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还知道什么厨房知识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